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Cat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專題部記者東方浩綜合報導 最近大紀元從中共官方發布的片段信息 收集整理了中共黨政、軍、警、科研、教育、 文藝等各領域幹部名人死亡的資料 發現他們大多為中共黨員 共同特點是為中共的存在而服務 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宿卑立傳 為中共的邪惡統治、塗脂抹粉 他們當中很多人是各界精英 可惜其才華、努力、奉獻用錯了地方 中共政權行將解體 所有為中共站台者都將成為其殉葬品 君子不立立場之下 盡快脫離中共黨團隊組織才是自救之道 近三個月內 中山大學中文系、哲學系、歷史系 五名知名教授接連病亡均為中共黨員 據不完全統計 2022年底至今 中山大學至少有16名教授病亡 其中至少11人為中共黨員 兩人不夠60歲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民族學家、民間文藝學家 葉春生於2023年11月26日去世 中年84歲 葉春生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副主任、中國民族學會副理事長、 廣東省政府民事館管員、曾獲廣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魯迅文藝長、廣東文藝中生成就長等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歷史學家林嘉柚 在2023年11月16日在廣州辭世中年86歲 林嘉柚長期從事孫中山研究 曾兼任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所長、 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廣東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 孫中山基金會副理事長等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劉戈德 在2023年10月21日廣州去世中年88歲 劉戈德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和研究 主要著作和教材有列寧哲學筆記若干問題研究 馬克思主義哲學概論等 曾獲廣東哲學學會廣東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會獎勵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國培 在2023年10月11日廣州去世中年90歲 張國培曾主持中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泰國華人文學簡史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林定義 在2023年9月9日山東威海去世中年88歲 林定義獲得中共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曾兼任中共國家自然辯證法名詞審定委員會會員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科學方法論專業委員會委員等 據不完全統計 在2023年1月至7月中山大學另外有至少7名知名教授病亡 包括兩任袁副校長 其中至少2人是中共黨員 中山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退休副教授善惠珍 在2023年7月28日廣州去世 中山大學袁副校長張進修教授 在2023年7月13日廣州去世 張進修先後擔任中山大學材料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物理系主任 廣東省物理學會理事長 中山大學副校長 中山大學研究生院院長 中共廣東省第六屆政協委員 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科學院材料物理重點實驗室 學術委員會委員 1986年被中共國務院人時報 授予有特出貢獻中青年專家 1992年獲得中共國務院津貼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 王淑拼在2023年5月11日廣州病亡 王淑拼1992年起獲得中共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1993年經中共國務院學務委員會批准 為文化人類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2021年7月得到中共發放所謂光榮在黨50年的獎章 中山大學韓太學院教授 原力學系副系主任蔡成武 在2023年4月21日廣州去世 蔡成武1992年起獲得中共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曾獲中共國防工業重要科技成果獎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科主任教授 醫科腎臟病專家陳述梅 在2023年1月17日廣州去世 陳述梅獲得中共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曾任中華醫學會 醫科學分會腎臟病學組副組長 廣東省醫科學會主任委員 廣東省醫科學會腎臟病專業組組長等職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原副校長 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李寶健 在2023年2月27日在廣州病亡 李寶健曾任中國高科技計劃863生物技術第一 二屆專家委員會委員 華南生物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主任 兼學術委員會主任 獲得中共國務院特殊津貼 多次獲中共國家及省部級科技獎 2021年7月獲中共發放所謂光榮在黨50年獎賬 袁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科主任教授 神經病學專家王愚芬 在2023年1月14日廣州東莞去世 王愚芬獲得中共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曾被中共稱為國之名醫 並獲得中國瑞中學會神經內科醫師協會及中國康復醫學會終身成就獎 另外2022年底中共病毒疫情新一輪爆發之際 中山大學一個月之內至少有4名教授病亡均為中共黨員 其中兩人不足60歲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何子均在2022年12月26日廣州病亡 何子均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普列漢洛夫哲學的教學和研究 曾建任廣東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會理事 廣東社會主義辯證法研究會理事並出版一系列的相關書籍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裘漢康在2022年12月18日廣州病亡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江志強因突發疾病 在2022年12月10日廣東深圳去世年僅40歲 中共黨員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肝膽疑外科中心主任醫師教授 肝膽外科專家彭寶江在2022年11月30日廣州病亡 年僅59歲 中山大學前身為孫中山於1924年創立的國立廣東大學 1926年為紀念孫中山改稱國立中山大學 中共建政後1950年去除國立稱為僅稱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是中共所謂雙一流A類和圓985工程、圓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 其官網稱中山大學是中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地點之一 2022年12月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國大陸新一輪爆發以來 中共黨員、官員以及為中共站台的各領域專家、學者、命印、密集病亡 中共重點扶植的高校系統成為重災區 疫情爆發之初李洪志大師2020年3月在理性一民中警示 目前中共病毒這樣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標而來 它是來淘汰邪黨分子和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 李洪志大師指出 遠離中共邪黨不為邪黨站隊因為它背後是紅色魔鬼 表面行為是流氓 而且無惡不作 神要開始剷除它了 為其站隊的都會被淘汰 李洪志大師也明示了世人如何在這場瘟疫中吹吉鼻胸 人應該向神真心的懺悔 自己哪一道不好 希望給機會改過 這才是辦法 才是寧丹妙藥 本次的《傷事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Lydia… 棒! 不同了庇 하기 女唱會 大紀元的歌 忍者聲 我adas牽 他的傷臨 神 感谢观看